赵丽颖和何炯隐瞒多年的关系,终于被王思聪异于同伙 说起无难为是坏粉的当家主持人何炯,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都不会不认识 其实,像何炯这么优秀,有魅力的男人,不管是谁,见到他都要嫁给他吧 我们的女神,赵丽颖也不例外,赵丽颖在节目上就大乱表白 说如果三年后不娶我,就不嫁了,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是谁 但是大家都知道,这个男人就是何老师,被问到和何老师的关系 赵丽颖说以前,我遇到很难时,何老师就在休息的时候,安慰我鼓励我,让我不要想那么多 从那以后,就和何老师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很多人觉得何炯隐,是一个势利眼的人,甚至整个快乐家庭,都是直播的人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,何炯对赵丽颖的帮助力却很大 赵丽颖背后的努力我们太不见,她也不曾说自己有多幸福,想必言多必失 但是赵丽颖走道,现在也不是偶然,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帮助 这个人就是何炯,因为一词亲吻,被很多网友说,尽管知道是节目效果 但是很多人,有希望何炯,和赵丽颖走到一起,赵丽颖也坦诚,说一直把何老师当作何个盼待 黄思通说出了事情,他说何老师和赵丽颖,站在一起的时候,很有夫妻像的 看着这好你的眼神,简直就是一对小情侣,彼此都有对方 有很多网友们,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,真的很不一般 当赵丽颖遇到困难的时候,他不会一无反应地去帮助她 何老师和赵丽颖两个人之间,已经超越了友谊界线 不久前,何炯和赵丽颖的吻照,曾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两个人,在众人的面前手挽手嘴,对嘴地深情亲吻 现场的气氛相当地活跃 虽然在之后,何老师也出来澄清说,他们两个人之间,有快玻璃得开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,他们两个人的吻事相当地深情嘛 让我们一起祝福,赵丽颖和何炯,两人的友情天长地